我们神祂是非常有全能的上帝 祂是成就大事的神 各位 祂成就大事不是在其他的 乃是给予祂的慈爱 还有祂的公义 祂不只是一个公义的审判官 祂是一个审判者 而且祂不只是要审判 祂在整个的宇宙里面 地球里面 一切在我们的世界上现场 我们家庭里面所做的 就是祂一直在行出平衡的事情 各位 祂的律法 祂的典章 全部要带来的就是人与人之间 甚至事情里面 工作里面 全部都有公义的事情 各位 所以祂用祂的能力是狂傲的人 有时候他们在心里面在想妄想的事的时候 就把他们赶散了 有时候在高位的人 他们有一点不公义 上帝使他们失去他们的地位 有些时候如果低位的人 他们有一点受委屈了 上帝会将他们的事张开 所以会成就他们 有时候就是比较贫穷的 但是他们继续努力公干 上帝会施恩给他们 教他们能够甚至得好食物吃 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穷人 但是他们可以吃美食 这是圣经里面也有说的 不要觉得他们是不是有得到什么钱 不是 上帝是供应者 上帝是公义慈爱的那位神 有时候比较富足的人 他们懒惰了 或者说他们滥用自己的金钱 上帝这个伟大的神 一定会叫他们有一天 他们的口袋空到晚 对不对 但是这些各位会不会发现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经常发生的事 在人间里面如果没有上帝 这些事情不会经常发生的 然后呢 有一个很奇妙的 在圣经里面说一件事情 各位 我们是不是神的仆人 神的仆人是什么意思 各位我们在圣经里面看的时候 神的仆人是可羡慕的 圣经里面常常羡慕神的仆人 在教会里面 众教会里面也是 每一个人都不会抵触 反而会羡慕神的仆人 圣经有一句话 上帝会扶持神的仆人 难道因为上帝会常常与他们同在 所以做神的仆人很好吗 各位想一想 以色列 利威族 祭司 教会的领袖 都是叫神的仆人 其实 圣徒也是叫神的仆人 对不对 其实 他们做很多什么东西呢 他们接受 像人的辱骂 都弱在他们的身上了 所以 什么叫神的仆人 神的仆人就是好像坚固的人 我们做坚固的人 应当当代不坚固人的软弱 不求自己的喜悦 我们个人勿要叫灵蛇喜悦 使他得益处 见地得行 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 如经上所记 如骂你的人的辱骂 都落在我身上 所以各位 为什么 神的儿女 叫做神的仆人 这个是其实 比神的仆人更高一位的 因为呢 上帝不只是会帮助他们 上帝一定要帮助他们 上帝一定要帮助神的仆人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神是公义慈爱的神 神的仆人呢 在没有爱的地方 要给爱 神的仆人呢 是没有公义的地方 就是要给公义 对不对 所以如果 他们没有给爱 没有给公义的时候 这个辱骂就会临到他们身上 很奇妙的 所以呢 这个仆人心智 仆人这个心智 Servanthood 也可以说 那个仆人的 神的仆人的这个事情呢 他们反而会接纳 因为 这个是他们 永生的盼望 永远的冠冕的事情 如果他们 领到人的那个辱骂 他们才知道 有些地方 需要施舍爱 是需要施舍公义 所以 他们被敬仰 敬爱 他们被羡慕 是因为这样的事情 因为这个本身 就是他们的工作 所以 很奇妙的 基督受到凌辱的时候 他是一个神的仆人 对不对 受到凌辱的时候呢 他反而接纳 他反而接纳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他的工作 第一次 我会对我讲 其实我真的很盼望 多讲到新约的事情 当我翻开新约的事情的时候呢 基督的律法 比摩西的律法 其实更高 基督的律法是 一定要从心里做 不那个有心里面 任何的一个诡杂 没有一心 专心 全心 很奇妙的 圣灵 基督的那个圣灵 就会在我们心里面 神问我们 你真的有得救吗 你真的与得救的恩相称吗 甚至会这样子 会发生的 各位 今天的这个信息 是讲到满月 与树渊 讲到医治 其实前面这个是讲到医治 苦难与沉治 这是讲到建造 各位 神的儿女呢 要得医治 除非人的心 他们的心 被带出来 如果有一些 不跟上帝合一的 被带出来 这是每一个都要这样做的 所以各位 有一句话说 你自己眼中有粮目 只能对你弟兄说 容我去掉 你的眼中的粮呢 各位 我们都知道 这个经文 各位 有时候 这个是跟谁说的 这个在马太福音 七章那里说 耶稣基督这样说 OK 你要跟人家判断 帮助另外一个人 但是呢 你开始就在别人的眼中 挑毛病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七章五节 下一节 怎么样说 耶稣反而说 你假冒为善的人 你假冒为善的人 为什么这样说 很奇妙的 圣经说的事情是 如果我们要判断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 要检讨自己的生命 如果我们心里面 有一个梁木的话 我们已经没有权利 来帮助 来找另外毛病的事情了 这个意思 如果我们再找的话 就是不是从心里做 已经不搭配了 这个的意思 各位 为什么我用这个 埋怨和深缘 疏缘的这个事情 其实埋怨一定要慢慢 慢慢慢慢 医治到 你的埋怨 全部的埋怨 不公义的事情 变成疏缘 疏缘是没有错的 埋怨 有一个 不太对的一个事情 虽然它可能是因为 不公义的事情 埋怨 但是不太对 我请大家 我也鼓励大家 如果真的有一些 不公义的事情 各位 要疏缘 要疏缘 要把那个不公义的事 讲出来 公开出来 甚至这样的话 用神的道 用神的真理 用基督的这个律法 来处理 来给人爱心 来给人施恩 但是不是用埋怨 不是用发牢骚 或者是低声 私下议论 这种东西 因为呢 埋怨本身 不是从一个 公义的心出来的 还有呢 讲到建造的时候呢 通常我们讲建造 一定会面对一些苦难 但是苦难 不是叫我们 要得到一个 可以忍耐 极大的苦难的那种品格 不是这个 圣经不是告诉我们 要做一个很伟大 好像一个英雄 这样的一个忍耐者 不是这样 圣经告诉我们的是 苦难教我们 还实验我们 教我们经过 我们心 是不是真诚的 对待人 真诚的 对待我们的信仰 人家可不可以感受到 你是从心里面做 无亏的良心 无畏的信心 从心里做 清洁的心做 各位 是这个 the sincerity 这个意思 sincere 所以建造呢 我们的拆毁建造 一定要走向 有没有 人家感受到 我们的 sincere 我们的sincere heats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首先呢 我们看第一点 好吗 我们对付 埋怨 不得意志的 那个心理反应 却懂得 要学习 疏冤事实 那个真实的 那个情况 各位 我们埋怨的事情呢 一定要对付的 当一个人的问题 没有得意志的话呢 开始有罪 自卑感 自怜 这一切 慢慢来的时候呢 然后还不处理的时候 心里面就有冤屈了 心里面有冤屈的时候 他的不得意志 怎么会变成 一个疏冤呢 不可能 他不可能有信心 他一定会埋怨 这个是心里面的 一个反应来的 各位 当然 我们知道 不对 但是有时候 我们要听得深一点 因为埋怨里面 很奇妙的 虽然不对 但是在他的埋怨里面 有一些不公义 有一些不得慈爱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听得清楚 我们要听得到 他们的心声 我们要懂得用 神的公义 还有慈爱 来处理 因为呢 我们看第一点 就是 埋怨 致怜 这一些呢 会成为传染病来的 很容易传染的 各位 我们今天 我们读一下 这个20章 10到13节 民宿记 各位 这个埋怨呢 是以色列人的 这个新时代 各位 新时代 各位知道吗 以前 好几个星期前 我们不是读 以色列人 他们埋怨 那个是旧时代 因为他们从埃及 刚刚出来 做奴仆 他们埋怨 但是现在 就是新时代 他们没有经过埃及 没有经过红海 没有经过那个逾越前 他们没有看过这些神戏 他们也没有经过 那个西乃山的 那个荣耀 那为什么 各位 这里我们读的时候 他们埋怨 对不对 谁埋怨呢 我没有读前面几节 其实以色列人 埋怨 这新时代埋怨 但是谁受到惩罚 摩西亚伦受到惩罚 各位没有看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因为各位 虽然 虽然是埋怨是在于 这个以色列人 但是埋怨是不正确的 因为埋怨呢 为什么上帝不喜欢呢 因为是控告人的 所以这个传染 也传染到这个摩西亚伦 所以我们有时候 会觉得说 我们用一些证据 攻击人 为了得取一些利益 所以我们埋怨 这个讲 那个讲 埋怨 对不对 这样的话 然后我们得 达成的 各位 我们不要信 这个是好的方法 因为这个不是 因福音产生变化来做的 因为是会重伤人 会藐视神的信心的 这个地方 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 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 召集聚会众到磐石前 这个磐石其实是基督的样式 刚才能看到 摩西说 你们这些背叛的人 听我说 我为你们使水 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 各位 这里摩西说他们是背叛的 其实没有错 但是他这样说的时候 有没有错 有错 有错 各位没有发现 有没有错 话语是没有错 但是错了 对不对 虽然以色列深渊 不对 但是呢 说他们是背叛的 不对 不对 各位会了解这个 很奇妙 等一下我们就会看 为什么不对 摩西举手 用仗 击打磐石两下 就有许多水流出来 会众和他们的新处都喝了 各位这个有没有错 打这个石头两次有没有错 有错 上帝是叫他打一次 不是 叫他说 对那个话 对那个石头说话 不是用这个仗打 而且他打了两次 对不对 各位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要说话 因为 全会众召集起来 如果摩西 他说话的时候 然后有水流出来 这个的意思是 荣耀归给神了 对不对 荣耀完完全全是归给神了 好像在西乃山上 上帝用他的话 整个以色列看到 听到 这样的一个意思 耶和华对摩西亚人说 因为你们不信我 不在以色列人眼前 尊我名为圣 在生命纪 其实讲一样的事情的时候 说 你得罪了我 得罪了我 因为你得罪了我 所以换一句话说 摩西这时候 没有信心了 失去信心了 他得罪了神了 他没有信任神了 这个意思 西三节 这水名叫 迷利巴水 是因以色列人 向耶和华 争闹 耶和华就在 他们面前显为圣 各位 其实这个事情呢 非常严重 上帝失去那个荣耀 不是 其实要得到荣耀 以色列民 这个时候的埋怨 是为什么呢 要怎么样处理呢 不是用人能够处理的 这时候是 上帝的荣耀 他们需要 因为他们信心不够 这些是新时代的 以色列人 可能他们要进到 迦南地 要打很多战争 他们很多委屈 很辛苦 对不对 所以他们很怕 所以没有水 连现在都没有水 我们以后怎么样 能够征服啊 所以他们一下子 想得太多的时候 被压倒了 有可能是这样 所以各位 所以他们需要信心 但是摩西 没有给他们 装备足够的信心 所以最后呢 他们所做的 藐视了神的信心 这些 最后那个审判 在这个摩西亚伦身上了 所以但是我们这里 可以看到几点 这个传染病 第一 使会众进到 更加不幸的状态 有没有 整个会众 一个讲一个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得到 这个状态 然后这个是 越来越严重的 他们越来越看到问题 不是转向神 第二呢 他们使到领袖 甚至他们的情绪 被压倒 对不对 摩西亚伦 所以埋怨其实真的是不好 甚至连非常属灵的领袖 有时候也会跌倒 对不对 所以甚至他们做不出正确的判断 第三呢 他们最终 给这个撒旦 掌权了 优先权 掌上风了 各位 我们想一想 埋怨呢 其实这个本身呢 可能有时候 能够启动 操作 有些事情 甚至 给人压力 叫人满足 我们的要求 各位有没有 我们在这个时代 特别 这个埋怨的文化 哪里来的 从西方国家来的 所以 为什么我们到新加坡 这么多的 那个complain Spirit 其实西方国家来的 有一个东西 买了一个产品不好 就投诉 吃了一个东西 有一点不肮脏 换 这样 这些东西是太过 因为已经成为文化 已经成为 每一天的 那个 生活 对 但是这个事情呢 最终使我们 更加远离 敬畏神 依靠神的心 的那个灵 可能以色列人 到最后他们有的喝 有水喝 但是你看 他们自己本身 也有问题 摩西亚伦也损失了 全部都损失了 埋怨的方法 其实呢 我们要承认 其实不能够再用 也不能够达成 任何的果效 但是我们为什么还用 因为我们还相信 可能还可以用 甚至各位 有没有看过 我看过人呢 处理他们的情绪 是用埋怨来处理的 因为怎么样处理呢 讲多 埋怨多 然后心里面 好了 好像讲出来就不错 下次我再讲 所以 很奇妙的 这个事情呢 不断的 不停的 这个事情 各位 我们看多一个经文 第二点 所以 甚至有人就问了 难道真的 不能够埋怨吗 因为埋怨是 如果不埋怨的话 我们怎样把 那个事情 真实的事 带出来呢 其实 神会经常处理的 各位 我们 看神怎样处理 明书记21章4到9节 这时候呢 还是没有停 以色列人还是讲一样的话 还是埋怨 第四节 他们从河尔山起行 往红海那条路走 要绕过一栋地 百姓因这路难行 心中 看似烦躁 也这个是很真实的话 因为他们真的要进迦南地 连走都很难 所以他们怎样说呢 他们就 厌度 神和摩西说 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使我们死在旷野呢 他们都不知道埃及是什么东西 是他们的父亲母亲经过的 但是他们没有感觉 但是他们因为心中里面的怨反 这里没有凉 没有水 我们的心愿 这淡薄的食物 所以 这样子了 那上帝要不要处理啊 最终其实要处理 没办法的是 这时候 各位有没有看 摩西没有再说了 他学到了 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到 进入百姓中间 蛇就咬他们 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 百姓到摩西那里说 我们厌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对不对 他们承认就承认了 如果真的是不对的话 就说不对了 那时候 他们被带到这个地步 求你祷告耶和华 叫这些蛇离开我们 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 其实 摩西还是属灵的人 上帝非常爱他 为什么上帝要使用摩西 就是因为这样 其实只是一次 他不小心犯错 但是原来他的心是 要为他们带到的 但是为什么 之前二十章 上帝要这样的强调呢 然后为什么上帝 在这个二十一章要处理呢 各位处理的时候 需要怎样处理 接着他们寻求原谅的时候 他们处理 对不对 各位 我为这个新时代的信徒 这个时代的年轻人 真的要倒戈的这个事情 我们这个时代 很少人可以说 我认错 我也不可以说 你一定要认错 你一定要认错 我不可以这样讲 因为这个时代已经是这样了 对不对 我们要深思这件事情 第八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制造一条火蛇 过在这个杆子上 凡被咬的这望一蛇 就必得活 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 过在杆子上 凡被蛇咬的 一望这铜蛇 就活了 各位有时候会不会想说 虽然说 好像埋怨的事情 讲自己错的事情 在这个时代很难 但是其实各位有没有想过 其实也可能可以做到 但是要借着什么东西呢 借着基督 借着吃醉 借着基督 但是这个基督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上帝叫 摩西造那个火蛇 那个火蛇 本来就是有毒的嘛 各位有没有想 为什么这个毒蛇 要被带上来 甚至为什么耶稣基督 就好像这个铜蛇这样 为什么这样呢 耶稣基督要叫人扎心 扎心了过后才可以医治 这是很奇妙 如果扎心没有 医治没有 所以各位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有些的埋怨是因为罪 不幸 但是有些的不得医治呢 甚至是在那些愿意要得基业 要服侍神的人也有的 所以我觉得说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懂得怎样处理人的埋怨 人不得医治的地方 每一个人怎样处理也不一样 通常呢 一般上 圣徒的一般上来说 我们还是以同情的方法 来面对那些埋怨者 各位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看见上帝非常喜悦摩西 因为他一直为以色列人带到 没有一个人喜欢埋怨者 但是为什么摩西还一直为他代告 每一个人离弃 都会想要离开埋怨者 但是呢 摩西知道 如果可以担当他的软弱 他的负担 然后帮他通过 被带到基督面前 这个是神的心意 其实埋怨者呢 不喜欢自己 也不喜欢自己的埋怨 各位你知道吗 其实埋怨者是不喜欢自己的 他们只是他们无可奈何 没有办法 其实他们真的需要人帮助他们 经过他们的那个负担和重担 第二呢 为什么 其实所以我们要为这 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人来祷告 各位我们看一看我们的家人 我没有看过一个家庭 没有埋怨的 我们看一看 我看我的家庭的时候 也是这样 我父亲 我母亲 我的妹妹 甚至我最靠近的妻子 接触的时候 他们怎样反映呢 没有一个人是 就是很好的信心 Apple 就是疏远 我讲的话的时候都是满怨 各位 这个是很真实的事情 因为真的很痛嘛 不公义的事 对不对 如果我们成为成熟人 我们知道的话 我们要帮助他们 他们是我们最应该要关怀的 各位我知道不容易 我们很多时候很想要放弃 特别我们要面对这个新年了 对不对 我们会面对很多这样的 这次问我们 好像有一种讽刺的话在里面 很多时候有那个事情 这是我今天在这个早上 我看到新加坡的一个新闻报道 五个在新华人新年里面 他们会问你的那个问题 会刺到你的那个问题 五个你要怎样回答 连在新加坡的那个新闻报道都有 我没有时间去看 怎么样回答 这个是连在世界里面都有这个事情 各位 所以换一句话说 这是好不容易的事情 各位 我们要怎么样帮助他们 第一 我们要能够感受到他们的那个痛苦 对不对 我们要怎么样看 我们感受到他们的痛苦 感受他们的那个无助感 但是各位 我们不要因为只有感受到 然后有时候我们不懂怎么样处理 有时候因为他们一讲的时候 我们自己重伤 然后过后呢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处理了 那么我们也觉得他们的情况 我们在深思的时候 他们的情况真的是很难受啊 怎么帮助他们 真的没有办法帮啊 我自己要帮也是自己无可奈何啊 这样 各位我们不要进入到这个 这个光景 他们呢 有这个complain 有这个埋怨 不一定 我们就是要让步 OK 一味的盲目的让步 不会帮到他们的 但是呢 我们要学到什么呢 我们要先学习 怎么为他们祷告 用爱心 谢给主 各位 如果主没有做 你不要做 如果主没有说 你不要说 摩西没有说 各位 如果你说的话 就完蛋了 他们就会觉得 你给他们压力 对不对 所以摩西不说 摩西现在 他有智慧了 他不说 上帝自己处理 求上帝处理 求上帝 叫他们的心里面 碰到一些问题 各位 我也不是说 故意要给他们问题 他们至少 在他们埋怨里面 他们会看到 有一些不合一的事 然后 你就问他们 是不是有一些事 需要为你带导 需不需要有些帮助你的那个地方 这样讲的时候 他们心软的时候 你行得正 怎么样说呢 你求问主 怎么样帮助他们 因为他们已经 不能够再领受任何的压力了 人的压力 他们已经不能够再领受了 对不对 所以上帝自己做 然后那时候 上帝做的时候 我们怎样 我们安慰 我们安慰 不能够再给他们压力 安慰 安慰的时候 问几句话 其实 有没有 有没有 那个问题 有没有在心里面 就是不信上帝 不爱神的那个地方 不相信 不要说不爱神 就是不相信 所以有一些事情 你心里面很难受 是不是这样 直到上帝动工 有一天 他们被带到一个地步 可能他们会从 他们的那个 暴躁的态度 出来 各位 这个出来是 有一天发生 不容易的 各位 这个真的是不容易 甚至能够到第三点 第三点 我们看一看 靠信心被盗 带到神面前 学习正确的 溯源 有人能够这样做 是不简单的 这是哈巴古书 第二章一到二节 各位 它是 一个限制 看起来是一个满怨者 但是不是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它好像 它是一个 圣书 我们看一下 它怎么样靠信心 好吗 我站在 我要站在 守望所 守望所 对不对 等一下我们第一点 守望所 立在望楼上 这个 看 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 学习 然后我可用什么话 向他们 树渊 向他树渊 其实 上帝愿意我们讲 带出不公义的事 如果真的有一些 不够领受慈爱 不够领受信心 不够领受神的恩惠的 你要讲 神要听 牧者要听 对不对 正确 有真实的牧者 他们要听 如果他们不是牧者的话 他们不会听 他们只是公干 对不对 故宫 第二章 他对我说 将这末世 明明写在板上 使读的人容易读 各位你看 神怎么样回答 哈巴古 他是愿意的 他愿意的 愿意做的 所以第一 怎么样诉冤呢 谨慎于守望自己的事 神明学习懂得在神面前行的证 不给撒旦留地步 各位 这是非常重要 有些人我们不在乎行的证 想的合一也是 不要管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 我们就会受控告了 愧疚 内疚 罪恶 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 我们就会倾向责怪人 埋怨的那个情况 就会把那个情况埋怨起来 各位 那时候我们的心里面 一定会受控告 我们的良心会受请责 这个必定会衰弱我们懂得如何对付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一定会衰弱的 各位 我们看 我们在圣经里面有没有看到一些人 我们有没有在这个世界里面看到一些服侍族的人 他们没有埋怨的 他们很辛苦了 但是他们也没有埋怨 其实可以的 可以的 其实当你没有埋怨 你面对一件事情很难 但是你痛过 你会发现你刚强起来 你自己刚强起来 所以各位 我们学习在神面前行的证 然后那个力量也会来的 另外呢 我们也学习立在这个网楼上 这个立在网楼上 这个望楼上呢 那个原文里面说的是 好像一个fortress 讲一个争战的一个地方 前面是一个守望者 有一个保守记者生命 然后有守望上帝所说的这些 但是这里是要讲的是 我们一起与神走过 那个困难时期难走的路 各位 人被坚强起来 人被刚强起来 是借着争战的 各位 一个基督徒呢 他经过那个难走的路 一步一步走 他会被坚强起来的 各位 如果有一个在家庭主妇 如果有一个家庭主妇 我们这里没有家庭主妇 完完全 除了小宴 在家里 就全时间家庭主妇 对不对 我们这里没有 当一个家庭主妇 就是在家里有任何肮脏的地方 各位姐妹 面对肮脏的事 通常弟兄比较能够处理 对不对 但是姐妹们开始看 有些肮脏的东西 开始处理一下的时候 事情 东西 全部打理起来 我看过 有些东西你这样动 虽然看起来不合一个姐妹 姐妹是温柔可爱 对不对 也懂得关心心事这些 但是他这样做的时候 反而他变成有力量的人 坚强不趋 适应力也来 各位有没有发现 当我们的老板 如果我们在工作里面 老板很刻薄 但是你还忍受一下的时候 慢慢你也会学习到 虽然是不公义 对不对 但是你学到 哇 你的那个坚忍 你那个刚强的心 那时候被伸出来了 所以如果甚至有一些冤屈的事 甚至我们学习 人的那个性情 认识人 接触人 那个时候呢 我们反而变成 不止坚强的人 有智慧的人 这个 所以我们还没有这么快埋怨的时候 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先振战 第三 我们学习 看一看 上帝在不愉快的情况里面 还是有美意的 因为上帝 凡事与我们同在 凡事都是要祝福我们的 可能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学 学得慢不要紧 学 有些地方呢 我们需要突破 有些地方呢 我们经过的时候 是有冠冕的 各位相信冠冕吗 永远的冠冕 不在地上的 但是永远 永远 你得到那个冠冕的时候 地上里面你能够继续活下去 然后刚强起来 第四 学习这个 把树冤 甚至能够带到神面前 甚至能够带到 诚实的信徒面前 你买一个东西 买有问题了 真的有问题吗 他卖给你东西 真的有问题吗 不要满意 不要讲 各位这样不要讲也不可以 对不对 等下他继续卖不好的东西 不要讲 但是你满意的心 讲也不行 我们看小孩子的时候 我饿了 我不管 我要吃 我渴了 我不管 我要玩 各位这样的时候呢 人要给 也是好像不愿意给 但是当他懂得这样说 我是有点 真的有点饿 怎么办 我去哪里可以找 口渴了 这样好好说的时候 大人 什么都愿意给 对不对 什么都愿意给 各位有没有发现 宿愿呢 你把那个问题说出来 把问题说出来 不要人身攻击 把那个问题攻击 攻击那个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你把那个问题 说出来的时候 比如说好像产品不可以 哇老爷 你做的那个产品 你是做什么的 这些 你这样做的时候 他也没有时间反应 他要说对不起 也不想说对不起了 对不对 你讲那个产品 讲那个问题 把那个问题带出来 那如果是他的错的话 他有给他空间 给他时间 说对不起 给他有空间 说不好 给人解释的空间 对不对 而且呢 有时候他不愿意 不用紧 有时候需要耐心的 有时候你讲一次 人不听 你继续讲 耶稣基督讲过 一个寡妇 对不对 他一直 疏远 一直疏远 不管怎么样 那个 连不公义的一个审判官 也会给他听 对不对 这是耶稣基督 在四福音里面说的 有些东西呢 可能经过时间 我们不要放弃 我们祷告神 也是一样 有时候我们家人 有些没有信主 我们继续深渊 不是深渊 就是 树渊 主啊 我信你 这么多年了 不是满怨 那是祷告主 对不对 主 你向我显明 你告诉我 我应该这样做 是不是 我有一些东西 做不对 但是 无论怎样 主 对不对 这样子做 而且呢 我们在做的这个时候呢 懂得树渊的意思呢 也是 我们谨慎自己 有时候我们讲多 是就是 不是说不是 我们小心 我们谨慎一下 可能有时候呢 我们被骗 罪恶 谨慎 乐住自己的口声 这个我发现 我们这里都有 感谢主 有时候呢 我们知道有一些问题了 我们还是不要再说了 对不对 有时候 我跟 丹丹跟立文 张然我的妻子 谈话的时候呢 我说 明明就是 不对嘛 对不对 在我的立场看 这是他的立场 也是 明明就是 不对嘛 对不对 那时候 那时候最好就是听 我就那时候说 是你要讲的 他讲 你看你还是讲 然后我在讲 你看你还是在讲 讲来讲就这样 OK 有一个人一定要让步 对不对 OK 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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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为了什么 到头来为了和睦 到头来为了恢复 最终是为了要爱 但是各位 这个爱里面为了什么呢 为了要带出的是一个诚子 所以我们看第二点 好吗 看 其实人呢 要的是诚子 要的是诚子 各位 经过苦难 而成为诚子的基督徒 刚才我已经有说了 各位 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成为 很诚实无果的人 诚子的人 所以上帝 许可我们经过苦难 我们要爱神 我们要爱我们的灵神 有时候不是这么容易的 其实也不是叫我们 能够受训 然后那个忍耐度 越来越多 不是这个 神是要 我们伸出那个 心修海 出一单纯 敬畏主的那个心 我们看一看这个经文 好吧 我们读一下 虽然一个 两部经文 都是从不同的地方去的 但是都差不多 在讲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读一下 你们做仆人的 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不要只在眼前服侍 像是讨人喜悦 总要纯心诚实敬畏主 所以这里说 你们做仆人 要凡事听从谁 不是听从神 是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 我们听从神所放的那个人 甚至那个人 有一点不对 也是听 也是听 听到底 就算是有点不太正确了 你先听 为什么呢 因为不是在你眼前服侍 好像讨人喜悦 也不是为了要讨好他 有时候你就想 哎呀 随便 可能他是我老板 他会给我工资的 反正这个是我家人 我是要 反正我就在这个家里面的 没有办法 人情人义嘛 所以 哎呀 算了啦 做啦 所以对自己好像也是有益处 讨人的喜悦 各位不要这样 在神的面前 诚心 存心 诚心敬畏主 各位这些都是一个一个在祷 需要祷告的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英文的翻译呢 这个是 work it out 哈地利 喜乐的做 需要的话 你用全心的做 甚至喜乐的做 也包括在里面 二十四节 因为你们知道 从主那里 必得基业为赏赐 你们所服侍的 乃是主基督 那行不义 必受不义的报应 主并不偏待人 所以在心里面 有时候有点受委屈 但是神知道 神知道 对人 不要对死 对人呢 诚恳 存心 如果你讲爱 如果有其他的理由爱的话 就不是真的爱了 对不对 爱是爱他的生命 爱他的灵魂 如果有一些东西 你不太喜欢 他的那个性格 你就会应该要发现 应该是有一点感觉的 就是 我就是不喜欢他这个行为 应该有这个 你爱人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这个挣扎的 一定会有的 你不可能就是爱 爱 爱一个人的时候 不痛不痒 爱咯 可以吗 为什么不可以 其实爱 真实的爱的时候 你会经过一个挣扎 会有一个祷告 然后面对主 主 怎么样 敬畏主的心 帮助 会有这个经过 对不对 然后彼得 就是前书的时候这里说 你们也因着他 就是基督了 信他从此以复活 也给他荣耀的神 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 都在于神 所以这里要说的是 因为你心是从主 所信主的心来的 你明白这个信心 这个诚挚的心是从主来 主怎么样的爱你 他不是假假的爱你 他不是说几句话的爱你 他是上司之家爱你 他是用他全部的生命爱你 所以换句话说 他是真的爱你 对不对 真的 没有一点虚假的 他是诚心的 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诚心 二十二节 你们既因顺从真理 竭尽自己的心 竭尽自己的心 英文的圣经 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 英文的圣经说 Therefore you love your brothers as with sincere hearts 没有虚假 没有虚假这个词 我不知道讲 因为中文圣经没有翻成一个 一个就是积极的一个verb 一个词 他只是用一个不虚假 不虚伪 但是有一点 好像没有带出那个味道 所以我用诚子 诚恳 爱弟兄的那个诚恳 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 各位 我知道这个不容易 但是这个是 这个是主的教导 而且诚振的不是难的事情 我们从主那里领受的时候 自然的我们是很奇妙的 我们单单诚实无过的 我们就能做了 我发现这个不是难事 虽然是有挣扎 但是你从主领受 当时你这样祷告的时候就来了 就来了 你也知道你应该在这个方面争战 但是你一得释放的时候 你也发现 你有争战里面也是切实的爱 你不是虚假的爱 你真的要面对 虽然不能 但是好像在心里面不能 但是灵里面你是已经愿意了 这是很奇妙的 所以诚振呢 也可以说 一句话来说 各位 圣经里面常常说的这个 基督徒有很多的那个道德水准 其实都在新约里面 基督的那个律法里面有 我真的盼望可以多在经验里面多讲 因为有很多的这样带出来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恩惠 不是压死我们的 各位 我已经发现这个时代 我刚才已经说了 讲埋怨的这个事情 每一个人在这个时代 已经能够自己发展出自己的理由 来埋怨的 他们要找理由埋怨 也很多理由可以找出来的 当然我们知道是需要福音 但是呢 这个福音要怎么样经过 所以我会大家 我们请大家祷告的这个事情是 我们做基督徒 无过的那个基督徒呢 我们面对这些事情 我们自己要建造 我们自己建造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客观的眼眶看 有时候有人很容易繁杂 有时候他们发牢骚很多 但是我们也要看他们的情况 是不是他们在爱情上 是不是他们容易受控告 是不是他们的情绪比较敏感 是不是他们 所以有很多的事情 对不对 很多的事件 我们要考虑的 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埋怨 所以 你观看 观看 所以呢 圣经写很多 这个事情呢 这种埋怨的事 除非你带着一个诚挚的 用光明的来影响 这个光明的 没有这个埋怨的 甚至有感恩的 甚至有这个省歇的 你对一个埋怨者 他可能继续埋怨 但是他会停止的 他会停止的 因为你关心他 你诚恳 有时候人不听 我自己也发现 人不听 你不要只有在那里说 你说多嘛 请你说嘛 其实是你的那个 sincerity 对不对 你这个东西 你带出来的时候呢 人都能够感受到 各位 这个在新约圣经里面 在保罗每个的教导 甚至在彼得书信里面 都有 这个是在思想里面 在他们的品格里面 他们的那个做基督徒 什么叫基督徒 基督徒的那个 形象里面都有 这些是一个基督徒的 一个道德 那个道德是什么呢 好像是 那个心啊 要爱多过 超过自己 好像这样的 这个时代 其实很远 很难过的事情 就是这样 很远 以前那个时代 基督徒啊 可能还有一些 还有啦 就是 他们把 他们做了一些善事 他们醒邪恶 他们也不会把他带出来 你知道我 我 我 怎样做吗 我怎样做 他们没有带出来的 就是安安静静 这样忽视 基督徒 有 不 不炫耀 做就是做 对不对 但是呢 现在很难 现在这个时代呢 真的很邪恶 到一个地步呢 连我们眼中一看 人的眼中 一想就想什么呢 哎呀 有没有为我好 有没有什么益处 所以我们的那个反应 很快 快到一个地步 我们不会想到 先为人着想 各位 这个是要抵挡的 要有意思的 有时候我们 甚至多想的是为自己 那个益处在哪里 有对我什么好处 所以 基督徒的那个品德的 那个爱意 多想到别人 多敏感人 这个东西已经慢慢 所以 各位 我们这个方面呢 我们要为这个时代祷告 为孩子祷告 为年轻人祷告 在这个方面呢 其实 我们年轻人懂很多东西 懂很多 他们明白很多的真理 他们也知道需要真理 但是呢 他们需要的是 很多 神的话里面的细节 他们需要 他们需要 连结 他们需要 神的一个 善 他们需要 靠近神 他们靠近神的时候呢 看见 他们继续这样 走下去的时候 带着一个 无愧的良心 无畏的信心的时候 他们看见上帝 赏赐这样的心 所以 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他们能够 感受到 我这样的爱 能够领受到 我心中里面的 一种恩惠 还有赏赐 他们不说 他们甚至也 甚至能够不说 各位有没有想 如果我们把自己 所做到的一些善事 讲出来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不敢说呢 因为说出来 我们就可能会变成 越来越自我 所以 以前的人不要说 也有这个理由 对不对 然后就没有 那个谦卑 来到神的面前 然后 因为圣经也说嘛 如果你谦卑 来到神的面前的话 上帝在他的时间表 一定会把你举起来 各位 这件事情 所以上帝其实把 这个良心 放在每个人身上 但是你能够 一一的 一个一个的 把它活出来 然后你明白 你也喜悦 然后你也甚至能够体会 也欣赏 这种的诚挚 这个东西 不容易 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讲 我今天预备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 讲 讲能够讲多少 我们 我们在 这个 我们 我们可能 这个 这个 信心的 这个老实性 诚实性 圣经说 你要以心灵 诚实地 敬拜神 这个 这个诚实 这种诚实 已经 在这个 很快速的 这个时代 已经失去了 很多了 当然 我们知道 我们是要认识 福音 要认识 需要圣灵 各位 以前 信徒叫基督徒 为什么 不是因为 他们真的像基督徒 然后刻骨赖 不是这样 因为他们一直反思 自己的生命 自己的品德 有没有越来越像 耶稣基督 然后他们尽量 要像耶稣基督的 那个品德 这样的时候 然后 他们就会想 他们的品德里面 要真诚 要切实 要对他们的信 他们的信仰 老实 一致 他们要一致 这个是在他们的 心里面的 那个本质 各位知道这个意思吗 所以 相称 我们讲相称的时候 也不会带来供告 因为 这个本身 就是一个本质 以前基督徒 叫基督徒 就是因为这样 因为他们一直有反思 所以各位 我们来临 来临这个 华人信念 我祷告的是 各位不要怕 不要怕 甚至你诚实 无果 对待人的时候 让你的这个品行 赢得人 我知道这个不容易 甚至有人会压倒 你这样的时代 还有这个东西吗 我已经不看这个东西 我也觉得这个东西 这个诚实 已经是老套了 这些东西 各位 这个时代是这样 但是 各位要知道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一步一步这样做的时候 有一些在 家人里面 家亲戚里面 他们会注意到 他们会注意到 你是 你是怎样的人 你是怎样的人 上帝会纪念 然后可能今年不行 明年后年 他们会记得 有问题的时候 他们会找 要真诚的人 是这样传福音的 各位 上帝在祂的时间表里面 必定会把你高取起来 所以相信这个 也等候神的时间 第二呢 我们看第二点 所以刚才已经讲过 这个第二 第一了 现在是这个 第二 所以各位 我们承担难处 所以这里我说一个东西 有一点悖论的 这个事情 我这样写嘛 有时候我们承受 一些难处 我们不知道 以后是怎样 各位 有些人呢 就是 他们可以忍受一下 为了以后的 那个幸福 但是呢 各位 有时候 我们心中里面 不会这样觉得 我们忍 忍一下可以了 但是可以继续忍下去吗 因为各位 我们会想说 我们将来的事 跟现在我要忍的事 有什么关系啊 我忍是可以 但是继续忍 我以后是要幸福嘛 跟我现在处理教会的事 跟我现在的装备 跟我现在所做的 一些好行为 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不会 我们有时候 我们想得快 在这个很快的 这个时代 对不对 有KPI的这个时代 工作效率的这个时代 我们会这样想 我们会这样想 所以我们会 在我们的思想里面 会 开始塑造一些 将来 我们要的一些幸福 但是可能 我们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才发现 其实 空虚 没有真正的幸福 因为开始的时候 你是自己制造 你是自己制造的那种 幸福 你不是让神 给你那个幸福 你自己制造将来的 那个幸福 各位知道这个意思 因为我们不太喜悦 现在里面 我们现在与神同行 现在上帝给我们的那个情况 我不太喜悦 比如说你现在需要考试 现在需要工作 需要 需要work out一些很难 很麻烦的事情 那要处理 或者是说 有一些工作一定要处理 有些project一定要处理 哇 人啊 没有办法啦 反正这个是工作 我这样讲 这样的时候 你根本不能够看到 这个有什么幸福 跟你将来什么幸福 对不对 所以你就想 哎呀 做完了 我就可以旅行 做完的话 我就可以 有一些好处 通常我们会这样想 但是我们到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有那个幸福 可能空虚而已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们自己制造 那个 那个将来的那个幸福 干 所以我说 如果 我们是相信 将来是有盼望的 有呼召的 有上帝呼召我们 真的要有盼望的话 是上帝会 出人意外的平安会给我们 所以换句话说 我这样说 现在 有一些难处 有一些 重担 不喜欢 不喜欢经过的那个事情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 看到这个是幸福的 是个事情 我们带着仆人心智 奇妙的 我们会有盼望 奇妙的 我们会有一个 那个仆人心智的重担 在我们的心里 各位 那时候呢 不只是你会感受到 必定有盼望 会来 另外呢 你也觉得说 这个事情呢 你会越来越成真 各位 通常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另外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通常的反应就是 为什么要做 很烦躁 生气 不管了 我做所应该做的事就好了 不要做多余的 各位 这些东西带出来的时候 基督徒的那个 诚挚告诉我们 什么 不可以这样 这个东西不太对 特别好像 比如说对孩子 孩子 最不喜欢的就是 叫他们做一些 不喜欢啊 我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孩子们这样嘛 你要怎样跟他说 你要怎样跟他说 其实要告诉他 创世纪的时候 在异典眼里面的时候 人家工作是开心的 真的开心的 那时候呢 思想也 有智慧 但是各位 但是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们身体会软弱 我们工作身体会坏 健康也会越来越衰弱 我们越来越多磁碎的话 其实身体也是会越来越弱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个就是因为罪 要教导 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嘛 对不对 我们知道这个 所以福音告诉我们什么 福音告诉我们 感谢主啊 因为有这个罪的问题 我们治罪 上帝救了我们 所以我们现在呢 我们因为我们所做的 然后我们没有健康的问题 我们可以感恩 我们谦卑 求主扶持 求主给我们内心里面的平安 求主给我们能够耐心 宽容 各位 如果我们不把这些东西带出来的话 我们没有让福音 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心 对不对 我们在做工的时候呢 会把这些 这些很 很懒惰 然后很 也不是懒惰 有时候不是你懒惰 有时候就是你 就是不能够忍 然后真的太苦 那个心会出来 但是那个东西出来 你要知道这个是从罪来的 那个劳苦 重担 但是福音叫我们敢 福音叫我们能够看 这一些事情呢 让这个福音来感化你 有时候孩子们也是 要懂得 我们祷告吧 怎么样帮助他们了解 要帮助他们了解这个事情 当然 有些时候他们 你跟他们说话 他们不太懂 所以有时候你要问 问一下 问另外一个答案 你听懂我这个意思吗 听不懂 听不懂 再用多一个解释 解释 解释到他们明白的时候 你心里面 我已经对了 对了 得到这个答案 因为小孩子是这样 小孩子 他们不是 不是你什么东西去讲 都会听懂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用 我们是大人 我们是大人 我们有时候不是小孩子 所以我们一定会讲 他们 讲到一些 他们不能够听明白的 一些东西 但是不代表说 我们就留在那个地步 我们可以继续问 他们明白不明白 所以我这样说 当你的心越来越 因福音改变的时候 其实你会成为一个 挺不错的一个工人 你服侍主 服侍人 在工作里面 你会做成一个 越来越好的人工 人家喜欢跟你在一起工作的 你做什么东西 人家要跟你在一起做 你要跟你的那个team做 因为你会喜欢 你会开心 你为人做 你真的诚恳 对不对 你的心里面被对付的时候 你开始这样的时候 心里面改变 人家喜欢的 所以换一句话说 一个心里面 被福音感化的人的那个心 是在这个工作效率里面 挺实际的 真的挺实际的 而且这个普人心 本身是一个本质 就是为了要服侍 比如说在这个时代的人 他们都想说 要找一点有刺激性的 要找一些比较有 fulfillment的一些工作 不然的话 他们就找一些 既然这个工作 给我多一点钱 我就做了 虽然有点闷 通常人在这个世界里面 都会这样想 但是基督徒 不是这样 基督徒是 因为有这个 这个仆人精神 你一直对付这个心的时候 你会知道 你做 是为了要先是服侍人 先是服侍神 所以你做的时候 你知道你能够服侍 本身已经是 很满足你的心了 你不需要那个薪水 你也不需要那个东西 闷还是不闷 你本身是服侍人 你本身是做一些产品 是为了要给人服侍 这些东西 所以你本身心里面 已经是 仆人精神 已经是满足了神了 所以你那个时候 已经是赏赐 已经临到你的生命了 你不需要好像 反正这个东西 对我没有 只有一半的益处 我就做一半 你会全心地做 你会全心地做 所以我跟大家说 这个时代 不工作的人 我甚至可以这样说 工作的人 真的会开心的 你在工作里面 全心以赴 你会开心 因为工作本身 服侍本身 是叫你在心里面 有福音的话 改变 然后会叫你越来越喜乐的 所以有些人 他们不工作 或者停工的时候 他们变成忧虑 他们有忧虑症 因为他们找不到 那个真正的价值 他们以为 他们要找到一个 有比较适合他们的工作 这样 但是他们一不做的时候 没有经过 那个仆人精神的这个事情 他们以为只有承担一些难受 不是 你服人精神代表说 你是服侍主 你服侍主 换一句话说 上帝给你允许 会有盼望 会有指望 有没有盼望 而且会给你惊喜 会应运你 这样说 所以呢 各位 我们要把这个东西要教导 孩子要教导 基督化的教会也好 家庭也好 我们要讲教 教他们明白 基督徒的一个道德品格 这些东西 我真的盼望 可以多在这个经典 这个讲 因为这个跟医治 跟那个建造 是很有关系的 我再说多一个 我们施舍 比如说施舍金钱也好 施舍时间也好 施舍 你的 这个经历也好 帮他设想东西也好 如果你施舍的时候 有不好的结果 他们反应不好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说 不要施舍 各位不要这样觉得 这个是因为罪 的那个反应 不是你做的不对 你做的很好 上帝非常赏赐 是他们的那个反应 不对 有罪性在工作 不知道谁的罪性 对不对 可能有一些魔鬼撒旦 流地步的那个地方 但是不代表说 你起初的那个爱心 帮助 是不对的 不可以这样看 对不对 不要因为那个果效 就觉得说 不要因为那个麻烦 就觉得说 哎呀 还是不做好 不是这样 这个是仆人 仆人心智的那个地方 我们回去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 这个地方是神喜悦 你心中里面 从上帝得取这个喜悦 最后 然后就完了 最后 舍弃自我 需要勇敢牺牲 各位 当然我们不是讲 这个勇敢牺牲的 我们反而要 为别人着想 各位 我们舍弃自我 其实圣经真正要强调的 也要表明的是 为别人着想 各位 我也盼望能够 在这个地方多讲 这个是一个 self-giving culture 就是先为着别人着想 先为着把别人着想 各位 各位想一想 如果这里 有结婚的人 为单身的人着想 有孩子的人 为没有孩子的人着想 然后有没有孩子的人 为 有孩子 很多东西有麻烦 来着想 对不对 这种文化产生 施舍 为别人着想 不是说好像一个勇敢性质 勇敢牺牲 因为为人着想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文化起来的时候 本身已经有很多的问题解决了 已经解决了 很多的医治 肢体生活的那个医治 可以发生的 各位你知道吗 我在小组里面 有一次我就说 今年呢 我就跟一个单身的姐妹说 今年呢 我们要为 要有多一点熬丁 为你们着想 你知道他讲 开心不得了 对了 不过就是等到这个时候 所以换一句话说 他的那个 他是不满烟 他没有满烟 但是他也不说 但是这样说的时候 他整个的疏愿就起来 我感谢主 这个东西反而就说出来 其实很多的医治会发生 自然的比较妒忌 这个自然减少 自然减少的 新来的信徒 如果来到我们的教会 如果我们有这个文化 先为别人着想 先体谅另外一个人的感受 敏感另外一个人的感受 如果这个文化一有的时候 现在我们的文化是什么 先想到自己 有时候我自己受控告 有时候我自己好像不够 有时候我自己都爱主不够 先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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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但是先想到别人 把自己给主用 把自己给别人用 也如果有这个文化产生的时候 各位我知道 不容易 我们JPC到现在为止 有很多的盲点 但是我们重建 我们重建这个不容易 因为我们已经听信息很多了 我们也会觉得说 我们听信息已经听很久 我们也觉得说 我们听信息也已经听了 已经听懂了 已经听很多了 而且我们也会觉得说 这个我也懂 这样 所以 今年里面 得意志与建造之年 我真的盼望大家祷告 六个信息里面 特别今天的那个信息 我发现上帝借着圣灵 这样带领我们 我们要进到 这个 诚挚的基督徒的生活 甚至有 冤屈的地方 公开的 复缘 有埋怨的地方 我们甚至 先有这个 为人着想的那个 明白人的感受 这个地方 这个本身埋怨自然减少 然后 懂得慢慢的 渐渐的把他们带到 基督那里 这个地方 我盼望大家一起蒙恩 我们一起祷告 我盼望大家一起祷告 我盼望大家一起祷告